接收什么呢? 第一个从我们的网页怎么接收 我这边宣告一个S 一个字串的一个变数 New 一个什么呢? 后面New 一个String 去接收什么呢? Request 也就是说呢 使用者端丢过来 我丢给一个Request 这个物件 里面的话有个就是get 参数 就取得参数 因为我在那个 我TextBus有个Name Name的话就是一个Data 接收到的byte 最后记得要把它转成什么? 就从那个ISO-8859-1 转成什么? 转成UTF8 因为我必须要UTF8才不会是乱码的 OK 那这地方的话呢 最后再把它秀出来 那这边底下这边有ECO 这判断其实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不用判断 其实基本上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 最后输出的话非常简单 因为JSP它的格式 其实跟早期那个ASP基位模一样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是一组 这中间就是一个程式 其他就是网页 也就是网页跟那个程式混杂 混杂的方式就是一个小于百分比开头 然后呢百分比大于就是结束 这个中间就是程式 那最后输出的话 其实除了用有一个方法 叫out.write的方法 out有个物件 点write出去之外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输出里面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给 给个等于s 这样子就表示说我要把讯息输出了 所以刚刚我们接收到之后的话 我要输出 比如说我在那个文字方块里面打 吴老师 输出的话就吴老师 那这边有一个判断 这判断其实暂时可以不用给 没关系 OK 这边的话其实就接收跟输出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也会给各位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程式要写在哪里 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预设词都会在这里 web content 所以如果你的HTML的档案 跟JSP的档案 请各位 第一个一定要新增在这个路径底下 他才找得到 放在别的地方就找不到 那怎么新增 按右键 特别注意要新建一个 这个HTML File 那你这边的名称 就给他一个 比如说假设01.gripting 等等 我这边先做个demo 01.htm 那不过会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语系的部分 他预设是什么 Big File 请各位务必要改成UTF8 否则会是乱码的 大概其他这样 其他的话 再增加一个JSP就完成 两个档案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不紧 Hood 老板 譏定 肯